如果这六对明星公开恋情,你祝福哪一对,网友,第五对直接掉粉,很多人关注娱乐八卦,对明星们的恋情尤其感兴趣,尤其是近几年来,男女艺人们在感情上似乎更大胆了一些, 而且交往上也没有那么厉害,大家即便只是合作关系,也会大方在微博上互动,一旦有电视剧,电影的合作,帅气的男性和漂亮的女性,就很容易被大家凑成一对,今天就来看看假如这些银瓶情侣真的在一起了,而且公开了恋情,你会祝福哪一对吧? 第一对就是最近很大事的香蜜CP,杨子和灯伦了,这个夏天除了演喜攻略,最火的剧就是香蜜了,很多女孩子都自称自己是香蜜女孩,其实就是表达了对这部电视剧的喜爱, 而剧中的男女主角是颜哲,也是被大家喜爱,两人现在都是单身,自然就被大家认为是可以发展的一对二,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,你会不会支持呢? 第二对呢?是白景平和赵和惠子,这两人在下剧位置,李诗南二号和女二号,都是年轻演员,各方面看起来都非常相配,尤其是在综艺节目里他们还有过合作, 所以也是容易被大家凑对二的两个演员,白景平私底下非常幽默,现在事业发展的越来越好,不知道如果他和郑和惠子,真的公开了恋情,大家会不会大吃一惊,第三对就是李一峰和刘一飞了,这两个人其实都没有合作过,只是一起上了一次快本,就被粉丝们硬凑CP,不过他们也是很有缘分, 两个人的名字缩写,都是LYF就被CP粉称为双L夫妇,如今神仙姐姐和韩国男神似乎也已经分手了,如果和李一峰在一起,这对情侣公开的消息,很有可能,会震斗娱乐圈呀,第四对就是郑爽和羊羊了,他们一起掩护威威一笑, 这部偶像剧可以说是蜂蜜海内爱,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在观看,郑爽在里边表现,得就特别的好,也因为这部剧,很多人觉得他们很相配,不过现在郑爽已经有男友了,如果他还单身,和羊羊在一起的话,相信有很多剧粉会很开心的吧,第五对就是赵丽莹和张翰了, 他们当年的一部杉杀来了,简直就是那地精片偶像剧呀,也是这部剧给他们彼此,都增加了很多人气,但是,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的话,互相的粉丝应该都会脱损很多吧,粉丝们对明星恋情的支持也是很玄化的,这一对就很容易调整呢,第六对是林远和吴磊拉,最近他们主演的《豆破仓球》正在热播, 烧男少女主演的电视剧,即便是神幻剧,也冒着粉红泡泡,所以电视剧一播出,就吸引了一大波CP粉,吴磊弟弟也已经成年,不知道这对新鲜CP如果在一起了,会不会引起轰动呢?不过这些都是网友们一测的情侣,并不是真情侣啦,如果真的在一起,怕有不少人都会很吃惊呢。